著讀 最近一直在開玩笑講 那之前有一個 海浪法師嘛 一直在講什麼 眼睛什麼 頁障重 頁障重嘛 然後很多都是假的嘛 那我其實很喜歡開玩笑講 這個自我頁障重 那為什麼講自我頁障重呢 我想頁其實是一種習性 是一種功課 那葬指的是什麼 障礙 葬指的是障礙 所以我們如何看到 我們其實我們的心靈 不斷被我們的自我框架住 我們的心靈不但被自我框架住了 還被自我很多的 所謂的限制性信念 就是我們所謂的 一般的所謂的理性 一般所謂的理性 當你的整個心靈 第一個不但被自我 籠罩跟蒙蔽了 而還被自我裡面 很多的限制性的信念 所以導致目前 全世界人類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跟心靈做連結 所以像剛剛上半段 跟同學開玩笑 以前我接觸賽斯的時候 剛開始接觸真的滿痛苦的 因為接觸之後 我們所使用的語言 都不是外面的世界的語言 有時候甚至沒有辦法 跟一般社會的正常人說話 對 後來搞了半天才發現 原來我們才是正常的 他們才是不正常的 所以當進入賽斯心法的時候 你會開始有很多 跟這個世界 甚至一般的所謂的主流 的觀念是不同的 包含講自我的部分就是一樣 比如說那時候我就在問 所有的學員 你們從幼稚園到小學 到國中高中大學 有沒有哪一堂課老師教你們 如何使用直覺的力量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來一堂課老師教你們 如何傾聽內心的聲音 甚至我們再往前進一點 有沒有來一堂課老師教你如何 跟隨內心的愛的衝動 利他性的衝動有沒有 好光這一點我們的教育 就是不及格的 目前全世界人類的教育 是不及格的明白嗎 是啊 他們一直在講教改教改 教改有什麼屁用 真正教育的核心沒有改變 聽懂了嗎 我們的教育 讓我們會邏輯思考 會推理 會數學 會會計 可是他沒有辦法教你 連結你的心 所以後來你可能會賺錢 有工作 你卻不快樂 明白了嗎 對 我們的教育裡面 沒有引導我們打開心靈的智慧 沒有讓我們如何從個別的自己 或從自我擴展到心靈 沒有辦法從個別的自己 邁向一個全我 是啊 所以目前整個人類的 科學也好醫學也好 都還在嬰兒期的階段 都還沒有真的進入 實相的本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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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